小鱼儿起研中考试的第二天 等她回来 今天我给她买了一个奖状收集册 给大家看看 她是可以自己加业的 我是没想到 小鱼儿现在上初中才多久 两个月就拿了三张奖状 我觉得她们学校是蛮好的 就是会给你很多鼓励的 姐姐回来了吗 是不是听到声音吗 真的 姐姐回来了 地球衣怎么拿回来了 不上了 不上了 就是地理两个单元 这学期结束了是吧 那下学期继续上吗 那一期继续上 老师说的 好的 没有 是家里拖过地了 你看 我给你买了那个 奖状收集册 就是味道太臭了 我等一下放到阳台上去散散味道 今天考试怎么样 反正英语不好 数学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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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还算是96级 这么高吗 数学没难题吗 不是 你上了初中以后 这个数学都没考过90文以上 所以我都不期望什么 那英语为什么呢 错了很多 你觉得挺难的 还得多练 王心天空这个得要多练才有感觉 词会难要增加 那其他同学也说难吗 难呀都难 就数学是考的 难呀 五六班出了 那其他都难 就这次最难的是 社会 语文 语文也不咋点 那昨天考的分数都出来了吗 没有 因为他们是按学校批 这学校批这题 练学校批那题 所以别的学校分数还没出来 四校联考 本来以为三校 结果变四校 刺激 好的好的 那今天好好休息 没有作业吧 有 没有东西做完 学校做完了是吧 难街课做完 那明天正常上课了 好的